唉 学无止境了 刚洗了洗 这都是我们这边五代药粥药的一些磁片 很典型的五代时期的特征 都是带底的 这种东西是最方便学习的 有底的吗 泥珠胎 泥珠底 这种东西是最方便我们学习的 没有质疑 特别的好 能够看到天 这叫有天 这叫有地 这种片片子呢 这种就好 有天有地都有 就很方便学习 这种一看就是给送的 磁片买荣原上演 这种东西 这是个啥 来看 龙泉 对吧 混在药粥的堆子里 感觉是不是有点像 可是你细看就不一样 差别还是很大的 看这也是药粥药的 这就背送晚期了 这也是药粥的 背送的 找条鱼 这个是圆袋的 这个是圆袋的 一姜黄 有一个是大东西 这个比较好 这里是个五代的 看它这个胎 香灰胎 应该是一个户 但是底下找不到 嗯 这是个金元时期的一个 腰粥的一个 也是标本 学习这些东西啊 标本是必不可少的 必须得有 不然真的是无从下手啊 好的标本现在越来越不好找了 真的 你手上有了标准器之后呢 你看什么东西不会发慌 你看 这是一个金袋的啊 金袋 还有这种小东西 看这刻的 这个是刻画 不是印画 你看 这个也是刻画 为什么它有半刀尼 你看到没 半刀尼 就来找个印花的啊 印花的 哎呀呀 还没一个印花 找一个 对 这是这是印花的 印上去 所以不太一样 一般呢 刻画的会贵去 这个就比较好 因为都快能做出来 我都找小姐姐给我把它弄出来 一个背送的小席子啊 很漂亮 所以说人不能重动啊 唉 这种瓷片呢 一买 买多了 容易上去 啊 当然都是好骗子 这个唐家自己攒了很多的 好几箱的骗子 都让我说 慢慢来呗 然后学好一个这个 咬口 瓷片 一股块少 是吧 要如窑的瓷片很贵了 要如窑的整齐当然更贵啊 所以我买了好多 你看好几箱 一箱 两箱 三箱 四箱 这是之前人家给它标好的 也算是小半箱吧 快五箱的瓷片 真的妥 我也觉得我得买多了 冲动什么鬼啊 冲动什么鬼啊 主要觉得片子还不错 它的片子确实挺好的 都是老片 它攒了好久啊 它说有 它自己好几箱没分类 它说这最下边这一箱 大多数啊 这箱 大多数都是五代时期的这种 妖指妖的片子啊 然后我洗了一部分 像这 这就是五代 还有没有这背送的 找个五代的 这五代大家看 制定烧 五代时期 买佑的制定烧 很棒啊 就可惜凑不全啊 这种东西 咱们这种瓷片啊 大家拿去学习 特别好 这啥呢 我们去看一个老药瓷 你肯定要看底 对吧 有底 然后能看清它这个修足方式 是吧 包括它的胎质 它的右色 都非常的好 这是很漂亮的标本 哎呀 得嘞 这也是个五代你看 制定烧 看这种泥珠 小制定 你看非常小 你看 这制定对吧 基本全部满油了 咱跟乳瑶不能比 乳瑶那芝麻顶 但是这些 很牛了吧 这些东西是个全屏 可不得了了 请教我老师瓷片 小霸王 买的不熟 好吧 我是天员 喜欢我的视频呢 点赞再关注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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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